林登担任台逆的长董长达30多年 一直到1989年副董陈启清过世 才递捕上副董职务 但他心心念念的想要一家自己的水泥厂 这个愿望一直到2005年才由儿子林孝信帮他实现 而1970年代以后 台湾曾面临两次的石油危机 政府退出十大建设 不论是港口桥梁道路或是机场 通通需要水泥 林登的玉瓣混泥土公司 以及国产实业建设等迎来获利的黄金期 而林登赚到钱之后 不断的买进土地厂房 让国产集团土地资产曾经高达45万平 同时他也跨足了素食航空电视和保全业 不过在那个戒严时期 林登引迹日本警备保障诸事会社 一度引起了政府的疑虑 几经拖折才过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1970年代 台湾面临国际油价大涨的挑战 通膨压力俱增 政府为了提升总体经济 推出十大建设 包括国道一号 桃园国际机场 台中港 苏澳港 格能发电厂等 这些统统需要用到水泥 于是林登抓准时机 开启国产集团的黄金时期 旗下的玉瓣混凝土 和建设公司 顺势高飞 那在这里面 水泥业扮演一个很重要的 建设的材料的角色 特别是它的这个国产水泥的混凝土 当时是市场的第一 那个时候是它黄金时代 林登也大举在全台制产 全盛时期 国产集团有高达45万平土地资产 相当于27个中山足球场的面积 它的事业版图更横跨 食衣住行 娱乐等各方面 游戏特别喜欢新兴事业 一度对媒体经营有高度兴趣 曾经是电视台最大民营股东 因此宏集一时的凤飞飞 谢玲玲 马知晴和沈诗华 都曾与她合作 甚至起心动念 要投资美国电视公司 其实我父亲蛮大胆的 决定不相信 我在25岁的时候 她曾经美国有一个电视台要卖 分断了什么放中国的节目 或是日本节目 韩国节目这样子 她说她要卖100万美金 那我父亲居然想说 她说她想瞒那个公司叫我来管理 是否我把它拒绝掉 1970年代的100万美金 壁纸非同小可 以当时的价值可以在台北市 买下100间40平的楼房 而这时还在戒严期间 灵灯从日本友人处得知 日商有家警备保障诸事会社 来台寻找投资伙伴 那时候就我阿公就派我爸 去日本先去看 去了解去学 然后就了解说 哇 这个是一个 其实很大的一个市场 可是没有人听过 可是这个idea很好 所以那时候才觉得说 那这个台湾有可能可以试一试 台日双方达成台湾出资75% 日本占股25%的协议 总资本额350万 成立一家警备保障公司 灵灯甚至动用人脉 找来陵园集团蔡万林 仰乐多陈崇光 基隆传武代理起家的杜万全 东南水泥陈江章 和军方出身的肖镇之共同投资 可惜一次排开的商界大佬 还是无法保证拿到许可 那命名的时候 你要命什么名字 什么保全啊什么 我们已经有什么什么这个这个 警备事运有什么啦 那你来干嘛 那他们也不知道 那后来是那个我附近就把日本的这个社长就请到台湾来 那跟这些军方就解释说 我们这个是在警政署的监督之下的 后来就变成一个通报系统 原来新公司想要沿用日本警备保障的名称 但警备总部 调查局 国安局和警政署对此充满疑虑 甚至担心这家公司会成为无法管理的地下部队 来来回回更名好多次 最后以保全为名 才让公司拿到执照 初期业务以卖防火防盗器材为主 台湾又刚好那时候在建言的时间 所以这个他们在日本取的这个名称 在台湾是就一直被拒绝 对 所以我们就最后还是就把它收收收收收收 缩短刀成就变成是那个保护安全 就变成中心保全 这四个字 身为台湾第一家保全公司 当时虽数独占事业 但因为所有设备都是日本进口 维修也需要送回日本 加上初期客户数不多 导致苦撑了七年才开始获利 它每个月不是从零开始的 所以它一直都不断地在收服务费 所以其实它是一个累积累积累积型 所以它不是因为一件事情而让它赚钱 而是它是这个行业是特殊的地方是一定要累积到某一个门槛的时候 它一破的时候 其实它就是一直不断地一直在转的 客户数持续增加 中心保全的功能也全面破冲 不只保障安全守护资产 还提供银行ATM的补销服务 甚至扩大服务到外销的保税仓库 还有大型的仓储 大型的仓储保险公司是不保的 因为风险很大 破洞也很多 很容易被侵入 所以我们就也朝着大型仓储去做这个保全 台湾的服务业要发展 这个保全事业是一个很重要的行业 那么林登先生 他是一个 我刚刚讲的不仅是企业的经营者 他也是一个产业的开创者 他知道这个产业将来会影响到所有的社会 民生 所以过来台湾在这个保全事业里面 有很多厂商都出现了 进入21世纪 保全业百花齐放 已多达500多家 而除了保全开封器之先 素食餐饮业的开创也有林登的身影 1984年 素食龙头麦当劳进军台湾 日本明治乳业猪食会社 有意跟进 于是找上林登 双方在1985年赤资四亿三千五百万 成立天明实业 共同经营明治汉堡 开幕仪式 还找来当红艺人 诗思 曾秀珍 蒋璃璃等人站台 一时引发关注 日式的明治汉堡连续亏损11年后 1996年 黯然退出台湾市场 汉堡这个东西是挖进来的 是从美国到 日本产业的发展实际上是 是日本学欧美 美国的东西到日本去了以后 林登就一直到说 日本也都要台湾怎么样 以后一定会 这个叫超前部许 第一个超前的不一定会最好 上面后面第二第三个 会比较好 为什么 他正是前面第一个的经验 来做百来跟百散 台湾可能经济的发展 还没有到那样的地 所以有时候就时间上 布局太早 明治汉堡没能成功 但是在1992年8月17日 因病辞世的林登 心中最大的遗憾 是没能建立属于自己的水泥场 为了替父亲圆梦 赐子林孝信 在2005年 远赴福建湖南设立水泥场 我们总裁有率领的团队 就到福建跟湖南去设了两个水泥场 所以后来我们就借着 能够处理还有一些获利的时候 所以我们就把福建厂也处理掉了 我们也把湖南水泥 我现在留了20% 由林登建立的国产实业集团 已经走过70个年头 庞大的事业版图 目前进入第三代接班 赐子林孝信交棒后 两大事业体 国产实业由林孝信长子林明生接手 旗下有惠普公司 国兴水泥 瑞幸建设等 而赐子林建涵则负责中保科技 旗下有国兴保全 力保保全 中保物流等 第三代发展的亮点 在南港五万坪土地开发案 要将当年林登购入的土地资产 活化运用 下一代他们都是留美的 一个人在负责国产这边 老二在负责中心部人 两位兄弟很好 他们只要好好合作 我们自己又有资产 自己又有技术 我想应该 我不知道 不像德川家刚说 我也可以做两百年 大概做了三四十年没有问题 希望比较日本模式 让集团永续 不过林登一生创业的精神 也成为隐具创作的蓝本 不仅记录下那个动荡的大时代 所有为建设台湾付出贡献的地主 也要让沈怡强人 拼搏的精神 流传下来 每一个月葡萄 新闻 都不过入阅 最后能再建设台湾 最后能追求 参与 十九份 1950年代至今 台湾四大家族靠着土地知识和人脉 建立了庞大的商业帝国 让一般的地主难忘其向背 但是宜兰元山的林登家族 却在那个政治威权 商业诡谓 产业变迁的年代 看准的趋势 掌握契机 建立家族的事业版图 林登一生创业故事 亮丽精彩 让人叹为观止 我是胡婉玲 这期台湾演义介绍到这里 谢谢您收看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